你好 你好 哎 这是 哎 我郭哥家吧 你郭哥 嗯 我们家老郭 对 嗯 你是 我是 楼下 刚搬来的 嗯 郭哥呢 郭哥还没回来呢 还没回来呢 嗯 哎呦 你有事啊 急死人了 怎么了 他肯定比我还着急 啊 嗯 哎呦可爱呀 哎呦 好担心啊呦 哎呦 哎呦 算了 还是等我郭哥回来再说吧 我先走了啊 哎呦 哎呦 不是 急死了 哎哎姑娘 哎 我我我我 行啊郭大胆 你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我回来了 哎 我大打 闭嘴 手机是不是丢了 一天到晚丢手机 丢手机上瘾呢 啊 告诉你了 是吧 再怎么样也要勤俭持家 家里再 喂 啊 我在家呢 有事明天再说 好的 你刚刚说什么 有事明天再说 你给我回来 谁手机 对 一模一样 不是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你说 是这么回事 我是不是买了菜以后 我就往家走 只要走到楼道里 我发现一个手机和你一样 嗯 我就捡回来了 我说我想教育教育你 教育完了呢 心里特别舒坦 怪不得呢 你每次教育我以后 就那么漂亮 根本不用化妆 你知道 这就是教育我教育的 教育我一次呢 就等于贴两回面膜 少光耍控罪 坐下 有话问你 什么 买菜去了是吧 对啊 碰见什么人了 哦 你说他们几个呀 他们几个 对啊 现在咱们小区的老太太们 跳五分两波了 一波小苹果 一波滑板结 你怎么回事呢 嘶啦嘶啦 楼下面小姑娘挺漂亮 那可不 那小姑娘个儿还高呢 哪有小姑娘 我是说那帮老太太 人家都找家来了 她找家来了 你不能听我解释 不是 你听我解释 是这样的 我不是买完菜回来以后呢 我就发现了这个手机 我就往家走 正走着呢 小姑娘把我拦住了 说家里发大水了 嗯 雪中头坏了 我帮着拧上 我就回来了 完了 完了 就这么点事 就这么点事 那你刚才这么不说 我不是怕你小心眼吗 谁小心眼了 那你说那个手机怎么着 这个手机 它也不是我的呀 这样吧 交给吴叶去 对 我的啊 我先放下来 别混了啊 我跟你说呀 我也是手欠 没事儿你说我捡手机干嘛 我回来 我来开门 嗯 哥哥 你好 你好 你回来了 你好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啊哼 你是谁 啊 这是我 这是我媳妇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那个楼下的小姑娘 嗯 真懂事儿啊 上来感谢我 嗯 没事没事儿 哥哥 你的手机 这手机怎么不择 你拉我家的手机呀 我看你挺着急的 回夕我好顿着 最后啊 在浴室找着的 不是 不是 小子 我郭哥人真好 我让他进屋 他说他人进来就行了 菜篮子太脏了 就不拿进来了 你郭哥是好 屋里屋外一向分的都很轻的 对 那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嗯 郭哥 手机 嗯 你留着用吧 啊 郭哥再见 拜拜嫂子 他刚才叫我什么 叫你嫂子 他还知道我是嫂子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我是倒序还是插序 直序 是现实的 我呢 这不是买的菜吗 我就往家走 走到楼道 看见一个手机 对 以为是我的 是 你就捡起来了 小姑娘说水龙头坏了 你就去修 对 你这不都知道吗 那怎么修到浴室去了 它是浴室里的水龙头坏了 行 行 好 再会再会 你就说手机是怎么回事 你听我解释 我从他家出来呢 我一摸 哎呀 手机呢 我一想我 你肯定着急啊 我就出去又买了一个 这个 你明白了吗 你等会儿 我给你解释啊 你过来 你过来 过来 我自己捋 我自己捋 这个 我的 对 这个 那他们家 他给送来了 是 这个你以为丢了 你怕我着急 你用后买的 就是这么回事 老公 你真好 你脸变得真快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又来了 我跟你说 我不是善意的谎言吗 善意的谎言 那也是撒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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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好不好 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踏踏实实过年 好 来来来 下个饺子 我吃 我跟你说 手机告一段落 要是再出现一个手机 我是你儿子 你好 你好 我是物业的 我知道 这是你的手机 妈妈 喊谁呢 好 我 你先别管他 你说怎么回事 慢慢说 情况是这样的 刚才我在楼道里寻查 发现一个菜篮子 篮子里有个手机 我怕被别人偷了 就带到了物业 结果一查监控 发现是这位业主的 你确定是这位业主的 确定 他特别好认 你才好 儿子 这手机又是怎么回事 我不想活了我 呀 四个手机 不是有钱人也太任性了 那好 少说两句吧 小伙儿 我媳妇待会儿肯定要回娘家 帮我把她拦住 一定拦住她 这大过年的 哎呀 你看 肯定说我要回娘家 我要回娘家 来 拦住了 快快快 你看看 这个手机 怎么不一起出啊 臭炸呢 斗地主呢她 你看看 那个 我可以可以 你跟她说 让她听我解释 你听她解释 你闭嘴 你让她给我解释 我给你解释 我给你解释 这第一个手机是你的 这个手机呢 是小姑娘刚才送来了 我拉到她家的 这个是我以为丢了 完了以后我又买的 这个 这个我真不知道是谁的 法院记 不是 你听我的 你听我的 我老婆 我老婆给你解释 你别着急 小哥 不是啊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 关你什么事儿 闪开 嫂子对不起 我刚才撒谎了 没事儿 我早就知道了 其实我们就不应该瞒你 不是儿 现在知道 懂好过以后知道 对 那我来拿回属于我的那个 在那儿处着呢 喜欢现在就拿走 郭哥 大妹子 我们家已经够乱的了 别再添乱了 求求你了 郭哥 你说什么呢 我是来要手机的 要手机 要手机 其实啊 我刚才送来那手机 是我买的 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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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儿 你帮我修完林玉桐 一出门说手机丢了 我还问你 是什么型号的 什么牌子的多少钱 对不对 对 我看你挺着急的 我就下去买了个新的 给你送来了 刚才啊 碰见物业的这个哥哥 他是要给你送手机的 对不对 我问你呢 对对对 就这样 男的见到他这样 都有点迟钝 吃什么钝 那他俩说请你吃一顿 不用了不用了 所以啊 我就来要回我的那个 听见了没有 谢谢你大妹子 这还让你破费了 应该的 还不是你帮了我吗 不 是你帮了我 是是是是是 老公 你看 老公 别说话了 老公 我说了还不行吗 你别跟我说 谢谢这姑娘 谢谢小伙儿 谢谢啊 谢谢 哎 这样吧 嫂子给你们三脚吃 好 我跟你说 我明白了 这四个手机 我好好给你们解释一下 第一个是我媳妇儿的 这个是我落在姑娘家 姑娘给我送来的 这个是我落在她家 我忘了我买的 这个是小伙儿 剪的那个 谢谢